今天我们要去4S店试驾 顺便去谈一下价格 如果合适的话就把车子定了 我跟小贝都是行动派 今天决定买车了 就快速的把这个事情搞定 听了很多网友和家人们 给我们一些建议 大概买什么样的车 我跟大力也已经商店好了 因为从我们家到4S店 要五六十公里呢 开车一个多小时 所以今天呢我也借了朋友的车 上车 马上就要有属于自己的车了 好开心 到地方了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 主要就是这款车 进去试着 在日本14年就拿了 都快10年了 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车呢 感觉这个怎么样 大 这个是带天窗的人 全景带天窗 二宝在吃小凝食呢 好不好吃二宝 车子 我跟小斌已经看的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呢 去预约试驾一下 待会让经理给我算一下价格 你给我多远试驾 15到20分钟 然后5.5公里的一个路程 像 预约一下 大力14年拿着呢 我是13年 我都快10年了 我都晚上10年 二宝不愿意走 这里该凉呗 走试驾去 也可以枪制保电 滚动模式情况下 比如说现在挑到53% 枪制保电 电量低于50% 发动机器会启动 给咱电视报警员一个充电 如果是充电 方便的话 能挑到25%这些 不方便的话 又挑到710% 你会不会车都想要了解的地方 我跟他三点一张 车也没有 车上第一个车 主要对车不懂 不知道该了解啥 换大力开始试驾 好还有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 好还有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 试驾完了 我还要看一看 还要看一看 我现在就算算价格了 走 算价格去 反正咱们今天就给定了行没有 行 我们现在算一下价格 算的全款的跟分期的 行 看看价格 再看一下 我们想要考虑 行 现在已经两点多了 我们到饭店来吃点饭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看这个情况 车子呢 我跟小贝都看上了 也设驾过了 基本上确定就是这款了 但现在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考虑啊 究竟是全款们还是贷款们 我们原计划就买个10万左右的车 但是这个车呢 我们挺喜欢的 它的裸车价是15万9千8 但是如果贷款的话 就觉得压力太大了 全款的话资金又不足 菜已经上来了 先吃饭吧 吃饱饭了 看另外一家 两点多了 确实太饿了 我们三个人喝一碗疙大汤 挺好喝的 有碳有面的 省点钱 买车 看一看 还有鸡蛋的 吃完饭了 我们就换了一家店 后面三家 不吃亏 这边有个苍烟色的 这个也挺好看的 但这现场只有黑色 现在去看看白色的 这是白色的 灰色 黑色 这个新款 光环的比新款的 要便宜一万多块钱 那边都买老盘也行啊 但是我觉得新款就漂亮一点 买新不买旧啊 车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在这边呢 主要算一下价格 对 颜色带立 这边我们也看完了 但是价格呢 两边都是差不多的 有一点不同啊 就是我们看这个车啊 限车比较少 这个配置呢 这边就一辆黑色的 刚才看在家呢 就一辆灰色的 还有一个比较纠结的 就是贷款还是全款 小贝 咱们今天订不订 今天不订吗 回去考虑一下 如果新订好的话 明天一早来订也行啊 我跟小贝 驾照都已经考完 快接近十年了 但这个呢 是我们第一辆车 说实话 我们俩对车都不太懂 大家你们觉得 我们应该是全款买它 还是贷款买它 黑色好 还是灰色好的 大家可以帮我们参考一下 我们现在也要回家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见